大家好,歡迎收聽我們的賽馬十九台 不經不覺都排了三分一的賽馬日 蔡棠 是啊,現在三分一的賽馬已經過了 接下來在星期六,沙田又有十場賽事 七場草地,三場泥地 草地就會用A跑道進行 看來也不是很精彩的一天做 只有一場錦標賽叫做香港賽馬會一百三十週年紀念杯 聽聞馬雞仙會在馬場路上拍照、簽名 馬雞仙這位騎士當時我挺欣賞他的 騎工不是一流,但挺有鬥志 我挺喜歡這位騎士 挺有勤力感的 我們賽馬十九台也挺有勤力感的 但就告訴大家一個消息 我們做到今天會暫停一段日子 去到一些國際賽事 例如雷王杯或者國際賽事 我們才會再跟大家做一個賽程的分析 因為時間比較闖綴 因為我們錄音太早 因為遲錄音又怕大家聽不得了 所以暫時決定做我們今期 再給大家研究一下 好 不是有什麼特別事故 沒有什麼特別事故 只不過想把節目暫停 再更新 可能是做到最好的 好了,蔡桃,不如你先選擇兩隻 聽聞好像兩隻熱門 好 是,因為為什麼呢? 上兩次介紹了兩隻有分頭的馬呢? 真的這麼巧 兩隻都跑第四 這次轉個形式了 就介紹兩隻全熱門的 兩隻當一隻倒擺 一場二穿三 希望雖然二穿到那一關 都好一點 第一隻就是三場 四百米一號馬的包勝 這隻馬看他的血統 和看他的裁型 真的不覺得他這麼好 但他勝在鬥志心非常之好 這隻馬上季 上年十月份兩次四大集 那次已經贏得出來了 這隻馬的確很有內在的鬥志心 今年十一月底次出 當時他缺乏了作戰經驗之下 走位完全不順 但都通上來 末段時間很大 跑到第三 看到那場 知道這隻馬內在鬥志心很強患 果然四個星期後一出 又是爬上千二米 那場排到一個很不利的十四檔 全程走外檔 有望空 但都贏得 這隻馬的確是死蠻齊 看來是留不住的 這次都在這班跑到千二米 雖然磅位是33磅 看來這場的對手 真是似是而非 很多人都未準備好的 這次馬我相信 都很有機會贏多一場 勝順順利利升到三班 再多一隻 都是第門的了 第十場 第三班 千四米 這隻馬我上次介紹過 贏了的了 就是這隻榮彩繽紛 塞馬房的馬 大家留意一下上次 那位騎士的羅里亞 冠軍騎士來 看看他全程 他的騎士是怎樣的 差不多站了一隻馬上高的 這隻馬大把在手 我想你見過這個冠軍騎士 這個騎士 是這麼站在那裡 拔著一隻馬 直到一鬆僵 就已經贏出來 輕鬆得不得了 太老了 雖然這次 是升了一班跑 十四檔 但我相信這隻馬 還有很多分子在手 熱熱一點 希望兩隻馬 二穿三 兩隻都贏了 就拿回多一點錢 是不是 那我這次就介紹這兩隻 兩隻都是17元的 現在的賠率 希望他臨場 在時升上20多元 你介紹兩隻熱門 我介紹一隻冷門 現在暫時是11倍的 第九場 7號馬 心情 好像我們心情非常之好 這次為甚麼11倍 因為他蹲在第14檔 但你看回這匹馬 上一次跑第三次 他差11倍 7閘 他就相當快 接著他自己做的步速 在頭一兩段是非常慢 所以他一路鬥著 鬥著 前面開到25秒多 我說這隻馬 一路七十多倍 當然是留著 其實拉著來跑 到滿來的 一路騎 入直路的時候 大佬輸給天笑的那些馬 他尾段不是沒有的 但很奇怪 這隻馬 最後拉著28 看到那些汗 越打多一邊 不是打多一邊 掃多一邊 越出多一些汗 整身都白了 但神破看到這隻馬 相當之好 最後那一貨 開了一些步驟 很大步 看回上下線 這隻馬應該 可以跑到二、三千都可以跑到 我覺得這隻馬 這場一千六 三班絕對是難不去的 因為如果他放在前面 慢慢放的 其他的馬 都要有時間追了 你的手席 你的手席 你的旅遊手席 都要有時間追到他了 我覺得這隻馬 有一倍的賠率 是相當之好 不妨大家留意 今天我們出了三隻馬 看看能否兩個熱門 一個冷門寸城 三千四 不要買三千七 三千七會笨的 好了 多謝在這一季 收聽了我們 整天有二十多期的馬 有得著或者沒有得著 亦都多多包含 希望將來的日子 再更加支持我們 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 我們會在大賽的日子 都依然會播放 因為我們時間工作關係 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暫停一會 或者先做好一點的program 好 多謝大家收聽 有機會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